你好 我是秦燕盈 今天晚上是跨年夜 中天新聞陪您一块跨近2014年 除了要带您看烟火之外 也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今天晚上大家返家的最新消息了 来关心一个最新现场 这是在台北101的烟火 今天传出了意外 说这烟火的落叶是灼伤了两名路人 现场最近情形要联系你 好 告别了2013年之后呢 在今天晚间跨年晚会结束之后 另一个重头戏就是在捷运站的部分了 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现场也可以看到了目前所在位置 是在信义县的101站这个地方 那么很多民众呢 在参加完华年晚会之后 都纷纷进到捷运站 准备搭乘捷运来回家 现场可以说是挤得水线不通 也忙坏了站务人员 纷纷叫大家不要挤 不要推 那么稍早呢 在101的这个施放烟火的时候 发生一个插曲 那么我们也要特别提到就是 当时在这个101施放烟火的时候 有血泻掉下来 击重砸到了两个民众的眼睛 那么当时呢 民众相当的不舒服 相当的痛苦 马上就送到了这个急救站 那么医护人员也马上用这个特殊的议题 将它冲洗 我们来听一下民众的说法 不看烟火啊 然后有烟 然后就 那个血血就掉进眼睛 不掉眼睛 那这个感觉怎么样很痛吗 很痛 就很痛 对 慢慢就变很痛 那现在状况怎么办 还很好 还好 去掉到哪边 右眼 右眼 现场也听到呢 还好这个民众呢 在送之后 目前都已经没有大碍了 那么持续再回到这个101站这边来看 那么现场可以说是人如潮水 一波一波的涌进了这个捷运站 那么现场的战务人员呢 也采取这个分批管制的一个方式 避免让这个捷运站起爆 那么根据了解 在这个11月24号新一线开通之后呢 今天这个晚上可以说是第一个跨年日 那么目前从今天一整天累计下来 新一线就经有突破20万人次 来搭乘这新一线的捷运 不过一整天 整个观察下来 都没有特别的一个推起的状况 会是危险发生 所以民众呢 在接下来 在回家路途上 还是要保持发挥礼让的精神 千万不要人挤人 爆发危险或是一些冲突 那么以上就是来自101战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还给朋友主播 好来看到101的烟火